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上一次在这边应该是两个月前 我发现每次来都有喜事 上次是牧师的儿子暗幕 然后今天是有人结婚 所以才会轮到我 所以有点抱歉 你们今天盛装来参加婚礼 但是不幸听到的是我的讯息 其实我上个星期天 我是在上海服侍那边的华商团契 基本上我也是分享这样的信息 但是在这个礼拜之间 主要我特别为你们去 调整这个讯息的内容 因为我相信主要对你们当中 有些人有话要说 所以我就请你今天一开始 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 然后预备我们的心 让主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 阿爸天父 求你自己打开我们的耳朵 求我们听见 父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虽然弟兄自己有限 心事烦乱 但是主你的话却是纯净甜美 甘甜无比的 主要就求你自己 对我的弟兄姐妹们 对他们的心来说话 谢谢主 因为你的意念对我们和其众多 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直接了当的 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房 成为我们绝大的帮助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的主题是你活得好吗 但是我必须要坦诚 因为我自己是不请自来 我跟陈牧师讲 因为上次两个月之前 我只讲到一半 然后我们敬拜的姐妹就到那边坐下来 我想说那我最好收尾 因为也靠近十二点半 大家一定肚子饿了 所以我就腰斩了我上次的谈话 所以我后来就赶紧跟陈牧师认罪 我说后一半 Part 2 下集 我可不可以自己邀请自己过来 加量不加价 所以严格来说 这应该是上一次的续集 那各位你还记得 我上次讲的是什么主题吗 没有印象 谢谢你们这么诚实 上次我们谈的是 耶稣的最后一堂课 各位你都记得吗 在最后那一堂课 就是吃饭吃到一半 耶稣突然怎么样 起身 表示什么 他并没有事先安排 也没有告知 也没有在节目单报告事项 他就突然就站起来 然后接着他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读到的那一段 他用那个插脚的那个毛巾 竖在他自己的腰上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 为门徒来洗脚 等到轮到彼得的时候 他们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你们还记得吗 彼得说什么 你可以paraphrase 就是说彼得意思说 你是我们的父子 我怎么可以让你洗我的脚 那耶稣怎么跟他说 耶稣说 你若不洗 你就遇我怎么样 无份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 现代的中国人 我们讲说你跟我无份 是什么意思 没有关系了 我要登报作废 我要宣告 我要把你从我的遗产上面除名 这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 对不对 所以彼得赶紧回答耶稣说 那不仅洗我的脚 你全身都要给我洗 对不对 然后耶稣又回了一句话 就在这上面 你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双关语 耶稣说 你若洗过澡的 你只要洗了脚 就全身干净了 这什么意思 洗不是只有一次 可能多次 而且有大洗跟小洗 那各位 他所讲的是 你若洗过澡 那个在我们现在人来讲 是什么意思 你若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你知道你不管是受尽 还是点水 你知道你从水里面 从上面被拉下去的时候 代表什么 跟主同死 然后你迫不及待又浮上来 然后大家给你欢呼 对不对 然后唱快乐的歌 对不对 那你是怎么样 重新的活入了 这个过程当中 留在水里面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老的生命 严格意义上面讲 你已经死了 你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人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前面这段经文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 有个关键 就是他死去 是为了背负我们的过犯 所以他死去 他活过来是为了什么 他死了死了就算了嘛 那我们就得到 那个免费无偿的礼物了 对不对 罪得赦免 快乐是小鸟 那为什么要复活呢 那这么麻烦呢 还要过三天 然后在那个洞里面 然后石头挪开 然后里面空无一人 为什么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他复活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可以称义 成圣 所以 我很冒犯主的说这句话 就是主爱我们到底 而且他爱得我们死去活来 为什么要死去 因为他必须要背负 我们所有人 你跟我 从古道经 所有人的过犯 虽然他是无罪之身 但是为了我们 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 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除掉我们的罪 才可以跟 我们的天父 恢复那样子的关系 好了 恢复关系以后 他从水里面上来以后 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记得 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晚餐结束之后 他是不是到柯西马尼园去 对不对 柯西马尼园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总之就是 他知道即将要临到他的事情 他痛苦到流汗流成像雪滴一样的 就是极其惊恐 接着发生什么事情 出卖他的那个人 其实是他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 就是帮他洗过脚的里面的一个 那人叫什么 尤大 我觉得姓尤的都不太好 姓那个尤的 结果 他就被捆绑了 被束上带子 各位 主耶稣讲 他用那个毛巾 插脚的毛巾 束在腰上 你知道那个带子跟束在腰上 束在手上 你知道那个过程 就很像保罗后来所经过的 耶稣自己也曾经走过的 被绑 然后被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牺牲 所以那是一个预表 那段洗脚的过程 他为什么洗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到后来 统统都逃离而去 无一例外 留在十字架底下的只有 玛利亚跟玛利亚 玛达 玛利亚 对不对 他十二个门徒一个也不胜 还有一个当晚就是三次不认他 还有一个连他复活都说 我除非用手指头去戳他的洞 否则我也不相信他复活了 他为这些人 洗脚 然后受死 所以 我觉得这一段复活 耶稣是为了我们而复活的 不是要证明什么 他是为了我们 他爱我们到底 死去 而且活过来 为了日让我们 不是只是 里面打扫干净了 然后住进七个更凶的鬼 他是要让我们 从此在称义的过程当中 能够紧密的 无缝的 衔接上新的生命 各位我们的教会叫做新生命 你知道新生命是什么吗 新生命是有庞大的代价 而且是我们付不起的 是主自己为我们付的 我们得到了新生命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在问的一个问题说 主复活了 那你呢 还是你仍然在那个水里面 在那边挣扎 你知道为什么会挣扎吗 就像为什么彼得会跟耶稣说 你万不可惜我的脚 我有那么脏吗 有必要吗 你知道那个叫做还没有死透 我们家有个小狗叫阿琪 我们家女儿是念动物系的 他训练他 其中有一个动作叫做 BANG 然后他要怎么样 他要倒下去 然后死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要问说 你死透了没有 所以我们在房间要敲一下门 然后拿一些骨头过来晃一晃 看他如果 BANG 再死一枪 对 你确定你死透了 对不对 否则你去那边垂死挣扎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活得不太尽兴 活得没有有劲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死透 你还在里面挣扎 你还在水里面挣扎 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在问一个问题 说你活得好吗 我在问你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因为从水里面上来 你已经死了 你的老我已经死了 你起来的是一个新的灵 你的身体仍然是会老化的 你受过洗以后 你还会继续老化 对不对 不是去首尔 还是会老化的 我们的肉体仍然会老化 但是我们因为信神而继续活下去 我们的灵是一天心思一天的 那你有吗 问题就关键在于 在你里面活着的 只是耶稣基督吗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主 六神五主 你还在拜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在崇拜别人的成功 我还在崇拜财富 我要崇拜我的偶像名声 我还在追韩星韩剧 因为他才可以活出 我想要真的想要活的 我们心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偶像 我觉得六神五主 真的是非常写真的一句话 就是你心里面有一堆的大佬 就是没有老大 六神五主 你没有把我们的主置顶 以至于今天活着不再是我 是我们 是我里面 Jesus plus 难怪我们活得很纠结 常常在那个纠结里面 因为你又要侍奉马门 又要侍奉成就 又要侍奉我 其他人对我的期望 我的名声 我的形象 我的偶包 难怪我们在那边纠结 因为里面太多的声音 每一个都跟你说秘秘秘秘秘秘秘 好 那所以我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问的是 对你里面的主 问的 主啊 你在你的身上 你在他的身上 主啊 你活得好吗 你觉得你里面的主会怎么回答 他是经常被锁在一个黑的小房间里吗 有事的时候再来敲敲门 叫你出来帮一下 其他时间最好不要管我 点点很轻 我也有其他时间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追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怪你会活得很不带劲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我希望能够跟各位讲的 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主对我们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 你们应当彼此洗脚 请你跟隔壁的人讲 我们应当彼此洗脚 什么意思 现在就脱鞋吗 我们现在就脱鞋吗 你看下一节 主是这样给我们的 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那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榜样 各位 从此我们就 每次主日我们就先洗脚 不要先敬拜了 是这样子吗 他为什么要叫你们彼此 这样子去做 他到底做了什么榜样 他以身作者 他自己做一个榜样 他要了 目的是我们可以multiply 我们彼此都这么去做 扩散开来 那其实这个洗脚 只是一个代表象征性的动作 它是一个服饰 它是一个爱 所以他叫做爱我们到底 第一节不是这样讲的吗 他知道即将要发生 在他身上的事情 这群门徒 包括你我在内 即将要没有他 在旁边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彼此相互 你可以说抱团取暖 但是你也可以说 彼此爱心 说诚实话 彼此相待 彼此相互代导 彼此在一起相交 甚至我们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彼此供应 这才叫做彼此相爱 而不是彼此相争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们既然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去行 行什么 循着他给我们做的榜样 他的榜样是什么 第一 他给我们的榜样是 他以神的爱子 君尊的身份 仍然谦卑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洗脚很难高头大马的帮你脚 脚再举高一点 再举高一点 再举高一点 不是哦 耶稣是怎么样 蹲下来 对不对 可能蹲到一个眼睛都比你更低的地方 这样我才能够看到你的脚 因为我重点是帮你洗脚 不是洗眼睛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 他基本上是在仰望你 他要我们彼此仰望是什么意思 首先你先要酱卑你自己 而酱卑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他自己 各位 耶稣原来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神独生爱子 所以这段经文 我拜托各位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在菲利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非常宝贝 来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其实有两段 我不是特别明白 所以我又翻了 另外一个新译本 新译本是这么读的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 平等的地位 反而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有人的样子 就自甘卑微 顺服至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再low也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主 这是今天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 他说我若不去 圣灵就不会降下来 我们就不会得到 圣灵与我们同住 好了 那你既然知道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是神的灵 神的灵是这样子 愿意甘心自己卑微 而且是倒空 什么叫虚己 倒空自己 倒空了什么 倒了什么东西 倒到空啊 所有我们里面的骄傲 包括我们所有的恐惧 包括我们所有里面 过去经过的 被伤害也好 迫害也好 被误解也好 被屈辱的对待也好 这一切都要倒空 所以保罗他会讲 我把过去一切装成粪土 以至于我跟耶稣基督 我可以没有任何距离 所以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要洗脚了吗 为什么要洗脚 因为脚 是最容易沾染灰尘的 除非你在家里面不出去 你只要一出去 你一定会沾灰尘 哪怕是信过主 洗过澡的人 所以他的提醒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不要不好意思 不要不出去行动 你知道你出去行动 你就像我们的耶稣一样 去彼此的谦卑的 降下来到我们的高度 甚至降到比我们更低 奴仆的形态 你知道我忽然想到 我小时候我们的用人 叫做下人 台湾话叫A郎 是不是 什么叫下人 比我们更低一级 我们吃完他再上桌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 他成为我们的下人 帮我们洗脚 他说我要这么做 是要你们也彼此这么去做 所以你知道这样做 头号的敌人叫什么 我治愈吗 我好歹也是 你是谁 这就是教号 教号就是说 我是谁 我是成都市长的妈妈 我爸爸是北京市委书记 You know 我是 你是什么 你以为你是什么 如果你还是 你以前的那个是的话 我是很会读书的 我是那个工作 我的工作是前段班的 是表现最好的 我是比谁都还要提早 升迁的 升迁的 我考试永远都是前段班的 我进的都是名校 如果你有这样的骄傲的话 等到你从水里面出来以后 活在你里面的 不再是那个老的我 老的骄傲的时候 你要换上新的能源 你新的能源 你新的力量 你新的身份叫做 你是神 重嫁买赎回来的孩子 你是主的家人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父母 凡尊行无止意的 就是我的父母 就是我的兄弟 就是我的姐妹 这是我们新的身份 所以我如果今天问你 再问你一次 你是谁 你最尊贵的身份 是什么的时候 请你不要告诉我 我是某某名校的高材毕业生 我是某某 大家族豪门的嫡系 长孙 Whatever 你以前过去觉得很骄傲的 需要低调的 不要露出来让人家嫉妒的 你现在都可以放在一边去 我就是我们班最美的 我就是校花 我就是校草 我就是Whatever 在水里面上来 你就是一个 主所看为甚好的 就像当初他创造亚当跟夏娃 的时候 他说 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独具不好 其他都很好 你就是那个 如果你在上帝的眼中 如此美好 如此有价值 让他牺牲他自己爱子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还有什么缺乏的 还有什么要去计较的 这就是新的身份 这就是你新的名片 这就是你新的自我认知 我不想这样讲 你了解 主今天在对你说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积极盈盈 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到 没日没夜 我很多的客户都是996 9点到9点 一个礼拜六天 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耶稣教我们做人 做事 带人做事 相爱到底的秘诀就是 第一 我们真的要学会 耶稣基督所讲的那句话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这句话我们都会背了 但是你可以这样 跟你其他人说吗 你可以对你自己这么说吗 可以哦 对不对 那前提是什么 你里面的耶稣基督 已经真的做主 真的掌权 你的心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说什么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什么叫做 负主的恶 学主的样式 原来的意思说穿的就是 主在对我们发一个邀请 你不要自己扛 扛的那重担 扛的累死了 乌兜米折腰 对不对 他说你来扛我的恶 你知道 跟主同父一恶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天塌下来 有什么挡住 顶着 高个子顶着 是你们有头发的人顶着 你知道跟主同父一恶 那个恶是扛在谁的身上 我们这里面最高的 就是主 所以主来告诉我们说 你跟我同父一恶 你必定清赏 因为我的恶是清赏的 就不老你自己那么 庸庸碌碌的 没日没夜的干 到了月底还要做月光主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到现在还会活得这么累 即便是信了主的 都还是 无语问苍天 每天下班累到 只能趴在那里 我前两天还听 陈牧师讲说 师母讲的 陈牧师忙到 回到家 车库门都还没关 就在车子里面睡着了 但是因为它里面 有一个passion 那你的passion是什么 对不对 劳骨丹重担 是因为我们自己 习惯靠自己 为自己 因此我们才会过度操劳 我们用力过猛 我们会言过其词 因为我们就是要证明自己 难怪你会焦虑 所以怎么样回归 到单主的恶 你要学他的样式 他的样式是什么 柔和谦卑 Gentle and humble 这跟世人刚好相反 世人都要证明 我很强 我很厉害 我很猛 这事情只要我出现 绝对没有问题 搞定 这就是我们的骄傲 其实里面惶恐都不得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愿意扛你自己的恶的时候 那你就劳苦丹重担 到后来 所以主会说 我对你不断地召唤 但是你有没有多少人愿意来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特别是对我们这种 就是成家 今天有人要结婚 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稍微 现实面对一下 耶稣跟我们做的榜样 第二叫做 他除了垂直下降他自己 到我们 甚至比我们更低的高度 他还横向的 要拉近跟你的距离 你知道洗脚 或是彼此服事 是很难远距洗脚的 隔空洗脚 线上洗脚 Zoom洗脚 不太可能吧 所以当你重启 面对面 见面的时候 很多人变成色恐 你知道吗 社交恐惧 因为已经两三年 没有见活人了 这时候主说 我可不可以以身作则 告诉你们 服事人要这样服事 先蹲下来 接着要拉近距离 否则你碰不到他的脚 你没有得到他的配合 你洗不到他的脚底 所以主是主动的 来拉近跟我们的距离 在爱中 保持近距离 保持面对面 这样才是我们得到清洁 得到服事 得到彼此相爱 非常重要的秘诀 主是这样示范给我们的 即便是坐在 马上要背叛他的 马上要对不起他的 马上要三次不认他的 马上要逃之夭夭的 他每一双脚都蹲下来 帮他们洗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晓得我那口子 有多糟糕 你不晓得我那伙伴 像猪一样的队友 这些都不是好的借口 因为主耶稣的队友 除了朱以外 没有其他更好的 我们也都是 你觉得我们都很靠谱吗 所以这就是 我们说婚姻里面 其实更加的困难 婚姻里面的亲近 彼此的顺服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当你结婚以后 你的身体不是不归你做主 他的身体也不归他做主 我们要彼此顺服 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因为婚姻本来就是 神与我们关系的一个比喻 再亲也没有了 可是如果有一方或者双方 都是只为自己打算 只坚持自己的利益 只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我就说 那请你回到第一个 主耶稣做的示范 他从至高之处 到最低的地方 他自己甘愿倒空自己 以至于他可以服侍我们 这样的罪人 而且为我们而死 那你知道这个比喻 在婚姻里面 是多么多么的困难 你甘愿吗 这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常常就卡关 卡在哪里 卡在我们自己 还有那个人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不是罪人 我们既是罪人 都带着某些的罪性 我今年62岁 我从来没有停止 被我自己犯罪的能力 所惊讶到 我爱心冷淡的速度 之快 激动 我不晓得多少次 前一分钟还在听 这个Christian Radio 还在那边唱 上司敬拜 然后前面有个车 突然卡进来 我忽然想要举起一个手指 我不要跟你讲哪一个 马上就犯罪了 都不需要你们教我 前一分钟 我还是圣灵充满 我蛮有爱心 我愿意为主 大发热心 下一分钟我就开始 你知道我们爱心 激动的速度 你绝对不要低估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绿 你愿意怎么做 你不见得行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提醒 我们自己的 除非我们让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彰显 我们要刻意地 自己退让 自己前辈 自己拉近和 其他人的距离 和主的距离 所以实际下 道理不就是这样子吗 跟主的距离拉近 跟彼此的距离恢复 信任 我们才能够在 施加的中间 横向的 纵向的 来到在一起 我必须要严格 掌控我自己的时间 免得 等下那个敬拜的姐妹 又上来了 我才讲到一半 故意留个机会 下次再来 看你们 好 他为我们做了 第三个榜样 只有三个 第三个榜样 其实他在洗脚的过程当中 他展现一个什么 我们要彼此相爱 是用嘴巴说的吗 还是用行动去做的 对的 所以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13章 34 35节 接着 你如果遵行这样子的 命令 你如果遵行这样子的旨意 有诸多的好处 你有很多的福气 可以去领 是主自己挂保证的 但是我觉得两个最宝贵的 一个东西叫做 你知不知道有一次 耶稣 他的门徒吃饱了 然后来问耶稣 然后 门徒的意思是说 那我们都已经叫外卖了 都已经吃完了 那你刚开始吃什么 你好像没有饿 耶稣给他们回答是什么 我有吃的是你们不知道的 那时候他已经叫了 那个Doordash 他已经叫了那个熊猫快卖 没有 他说 我的食物 我的能量来源 是来自于什么 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约翰福音 四章第几节 四节嘛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你每天的力量来自于什么 耶稣每天的力量是来自于 遵行天父的旨意 你每天的力量来自于什么 还是你要到里面去问 主啊 你今天要我做什么 我若做了 我会自充电 所以你的力量来自于什么 第二个是 你的身份来自于什么 是耶稣告诉我们 同样是在约翰福音 路加福音 八章 他说 耶稣说 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我们的身份是 耶稣基督的家人 如果我们听得到去遵行 如果我们听得到 没有去遵行 听听就好 随便说说就算 那你仍然跟他是 没有家庭关系 没有亲密关系 还有点距离的 我说有一点还是夸大了 其实很有距离 也难怪你没有力量 因为你的身份认同有问题 因为你的遵行 所以我在这边 我真的要很诚心诚意的 很谦卑的请问 主给你的命令 给你的吩咐 给你的托付是什么 你彻底遵行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赶紧回去 好好的在你落掉的地方 重新拾回 你对他的承诺和遵行 如此你的力量会回来 因为你的身份 就开始再次展现 你的行动会触发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他的大能 所以请你不用再问任何人 为什么我的生活 这么软弱无力 为什么会常常被罪恶胜过 其中有一部分是你可以做的 就当你愿意去亲近神的时候 他就必亲近你 什么叫亲近神 好好地把我的定睛 仰望在我里面的主 把他给我们的话 好好地读进去 吃进去 他的肉是可吃的 他的血是可喝的 他可以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他可以成为我的生命的 生活的养分 如果你把真的吃进去的话 你从每天开始 每天的结束 主在那边等着你 主的话在那边等着你 他分配给你的粮 在那边等着你 所以你的新人是什么 你现在最宝贵的身份是什么 更新一下 每天更新一下 每天从他 领受新的指令 下载最新的更新 我保证你的灵里面 会一天信誓一天 你的内心 会越来越强大 因为你真的把他的话当话 不是听听就算 你仔细尊心 他就成为你的食物 所以请注意 他已经开始在跟我们洗脚了 他在洗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那几个东西 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骄傲 你有骄傲吗 你知道有钱人有有钱人的骄傲 没钱的人又有没钱人的 穷开心的骄傲方式 你看他们有钱人也不过得那么 不成人一样 对不对 我做人家的管家 我还享受他们的豪宅 他们自己都没有来这边享受 对不对 那可以啊 那你知道吗 有知识 有学问 有学历的人 也有有学历的人骄傲 知识分子的骄傲 我什么学校毕业 你什么学校毕业 专业人士也有专业人士的骄傲 我的package 上海人的骄傲 北京人有北京人的骄傲 台湾人 你的骄傲是什么 可能曾经被我们的父母 称赞你的那些的话 就成了你现在的骄傲 被我们师长肯定的那些的 你是那个最 代表做数学竞赛最棒的 你是我们当中运动成绩最好的 你是我们最能干的 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包了 对不对 你就像他小孩 因为你有一个形象要维护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骄傲 这个骄傲会变成什么呢 没什么不好 直到他成为我们跟主 的距离 你知道吗 当我又要维持我的形象的时候 主这边要我去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通常付出代价 你要放下一些东西 那东西我放不下的 所以当呼召临到我的时候 我就开始怎么样 害怕 所以第二个东西就是害怕 只有恐惧 我如果信了主 我信得像他那么迷的话 我什么都可以抛下 我可抛不下这个 我抛不下我的影响力 我抛不下我的身段 我抛不下我的社会地位 我抛不下我那个高收入 那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的恐惧 对不对 可是你又不能明明白来讲说 我怕 所以你就要用其他 我在祷告看看 我在祷告看看 我在等主合适的时机 或主给我确认 OK 我觉得基督信主信久了 有这些词汇我们都学会了 你原则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爱主 但是我更爱那个 我很希望我们能够 诚实面对自己 你知道你最常说谎的对象 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会圆谎 我们不能圆谎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真实的自己 可是主说 我已经跟你面对面 我都已经接受你了 你为什么还是这样 不能接受你自己呢 你为什么抱着以前的羞辱呢 别人给你的羞辱 别人给你的伤害 并不代表我对你的爱不完整 我既然说你好 你还需要其他人说你好吗 关键就在这 所以世上的事 这个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什么叫世上的事 基本上就分这三类 对我们来讲 最有致命的吸引力 跟杀伤力 最容易让嘴 让主的嘴被闭口 就是什么 这三个 肉体的情欲 什么叫肉体的情欲 食色 还没有 对吧 我们的身体的欲望不就是 大概就是这些吗 然后接着什么 眼目的情欲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追这个剧 你看那个秀 你专程跑去 拉斯菲克斯 读一场 其实那是为了什么 其实很多人其实 我有贪欲 我想要爆发 我想要 去看一些 我平常看不到的秀 或者是我要去吃一些 我平常吃不到的东西 那这个不就是眼目的情欲吗 我眼睛喜欢看什么 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管不着啊 但是主在你里面就 被灭了嘛 你更愿意去看那些 所以顺着肉体 顺着血气 啥种 我们就收什么 收败坏嘛 结果就是这样子嘛 但是你顺着圣灵 虽然圣灵的时候 他不会叫你去看那些东西的 他不会叫你去 贪那些东西的 贪恋那些东西的 今生的骄傲也是啊 所有的成功 对 好 所以各位 我如果再问 你里面的主 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主 就是那个主 你活得好吗 主 你在他的里面 有话语权吗 主 你在他的里面 你为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他也曾经一次 在水里 与你认同 你的死 只是他从水上来以后 他还开始追求这个世界 主说没有关系 我知道 但是我仍然选择为你洗脚了 我仍然选择为你 钉了十字架了 我都可以接受 你可不可以面对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 弟兄姊妹 不管是情感上面的苦 或是肉体上面的苦 病痛上面的苦 婚姻关系的苦 工作里面的苦 失业的苦 父母的逼迫 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利 其实就在这段经文里面 人若自杰脱离 卑贱的事 什么叫卑贱的事 凡事不是从主来的 都是卑贱的 保罗讲的那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凡事都看作愤土 在人眼中看不出好的坏的 都是愤土 他把愤土当成肥料 来资助 来得利 来靠近主耶稣 所以你怎么样重新得利 赶紧把你现在里面那些 你不管过往认为 是非常宝贵的 骄傲的东西 或者是你恐惧的东西 或者是你 你偷偷在那边 喜欢珍藏的东西 类似偶像的东西 你作为他奴夫的东西 你只要学会脱离他 答案就是 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前提是 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有哪些的东西 是叫做被见的东西 只有你自己知道 他们讲 我们别人都不知道的 所以主今天在对我们做个邀请 他如果要为你洗脚 他如果要我们彼此洗脚 你知道最大的障碍物 不在我们的距离 我们今天面对面都坐在一起了 最大的障碍物在我们的里面 我里面还有很多的追求 我还有很多欲望 我很多还没有完成的清单 主说你不能又爱那个 又爱这个 你只能服侍一个主 否则你就会六神无主 常常纠结 你活得不干净利落 严格来讲 就是你不干净 所以主的话 一开始就讲 你们不都干净 所以你们要常常洗脚 彼此相爱 只有在爱中能够得到成长 好 感谢主 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 你有什么要跟主回应的吗 哈利路亚 我今天可以完成了 不用下一次了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 主啊 我们都曾经说 我们自己与主同定十字架 我们在水里埋葬了我们的老我 但曾几何时 我们从水里没有捞起来 一些我们过往的喜好 过往的 被教育的习惯 看中的价值 世界给我们的诱惑 主啊 即便如此 你的话也告诉我们 你仍然选择爱我们到底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 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次 父亲 所有 过往 还有未来 我们可能会犯的罪 所背逆的 所欺骗的 所伤害过的 甚至撒谎的 主啊 我们往哪去逃避你的爱呢 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相隔绝呢 因为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 来到你的脚前 谦卑夫妇说 主啊 求你赦免我 我的能力不足 我的信心不够 我的生活没有尽 原因是来自于 主啊 我有这些其他我放不下的追求 主啊 我信心不够 求你帮助我 主啊 我真的不够 求你帮助我 我要活出你 救我来得的那个 几重无比的 尊贵无比的 那个荣耀 那个宝贵的身份 成为你的孩子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 再一次死去 能够在你的光中 再一次活起来 让我们 不是配得 而是 配合 主啊 你在我们身上 已经放的 莫大 恩典 宝贝 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来接近我们的生活 接近我们的思维 接近我们的眼目 接近我们 看媒体 看电脑 不该去的地方 不该做的事情 主啊 求你让我们 能够断掉 不要叫我们 为了那些事情 再重新的羞辱你 再把你钉上十字架 主啊 你不配我们这样子 谢满 主啊 求你再一次 点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的里面的人 苏醒过来 主啊 让我们能够 接受你的爱 也接受你所接受 我们的软弱 但是我们把它 带到你的面前 谢谢主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 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耶稣基督得圣的名